一张房产抵押的契约 把他们半生的情感 推向悬崖边缘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把这个房子带出去 把我弟弟了 我炸了 是不是是不是 我说有点炸了 领着退休金 年过半百的他 却还要重返职场 委屈自己 换来的却是夫妻反目 母女离心 两男抉择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 愿意怎样去呢 这一切条路都可以 用四个对来享用他自己 诸如自取 层层解析 嫖妓团队的努力 能否帮他们找回亲情 不要盲目地去帮助 或者说盲目地去救济 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的 只因频繁反映一个问题 业主声称被物业威胁 双方矛盾一触即发 一能下那边 一能再升级的 一能进不去家了 就是对我们这些业主 是一种报复 加装踢控的电梯 不同意见的对立 他们的问题 终将如何解决 你们是这些人 那我们这些人为了安排 你们就为了你们 一定不顾我们的利益 想什么 提供这一块 厕所相当于一个闷进行通 第一干关就是安全 稍后百姓调节 为您呈现 我是还有厨房 你看这超铃也拽了 地上弄得这么脏 这都是它弄了 我先了说又说 用了滑头 砸完了 把柜子门也砸了 用锅砸的 天哪锅都砸扁了 你看 把冰箱的长度 剪断了 就是冰箱 不然我有 之后没办法 我又给截了截 提及家里一个月前 被砸一事 海霞依旧感觉的恐慌 他说 这个家是他两年前 新装修的 仅仅才住了一年 就被人糟蹋成 这般模样 那么在这个家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又究竟是何人所为呢 我一进咱的家 我发现 这屋里面舒适的 还算可以 但是你看那墙上 怎么涂得这么脏 乱七八糟的 地上还有醉玻璃 这是咋回事啊 这是让阿娘的男主任 给说说说 说白痴了吧 他砸了屋子的时候 当时你在不在 在 你在 在 拦不住 我不敢拦他 我拦他 他要动手打我 他为啥这样做 这不是你们共同的家呀 把房子造成这样子 他也住不好呀 他不愿意在这儿住了 海霞说 搞破坏的不是别人 而是和他相处了 三十年的丈夫金明 那么金明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正当调解员 想进一步询问员有时 海霞又告诉调解员 早上发生了一件事 但是他给我发来 发来有端信 说是等他上号料之后 给我通过一遍 然后我等着他 就是 我不让他过了 他也不让我好过 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给我个安全感吧 既然不过了都不过 但是以后不要再扫揉我 不要再走 左肩我都行 不要来空壳 丈夫金明的这条短信 让海霞非常不安 他生怕丈夫在冲动下 真的做出什么傻事来 那么 金明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自己的妻子呢 海霞说 丈夫已经跟他分居一年多了 目前他在公婆那儿居住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调解团队跟随海霞来到了他的婆家 开门的这位老人 正是海霞的婆婆张老太太 她告诉我们 儿子金明就在屋里 上午刚去了你们那边的房子 那边的房子也被砸得稀巴烂了 你一直在这儿住呀大哥 我一直在这儿住 不是自己有家 咋不回去养伤了 已经让姐照顾你呗 咋不回去 是她不管你 还是你不愿意回去 我不愿意 这个那边的房子 姐说是你给回去砸了 这是你干的 然后你只要能 空票随意有 你哪怕很开都没关系 别开出窗户开空调 然后重回整天 左边的时候 把大住人水器来开 你觉得是故意的 对 不是这样做的 你确实 这是你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这样 挂了嘛 我看了不耐心了 看了不耗了 我想把庄业再出去 咋个力 我不敢说我了 金明坦言 一个月前 他确实把家里的东西给砸了 当时由于用力过猛 造成脚腕基减损伤 至今都不能下床活动 看着好端端的家 被金明砸得面目全非 调解人再也忍不住了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咱完全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 没必要 就那样子去 毕竟夫妻一场 毕竟还有个孩子 你们双方还要给彼此留个脸面 留个尊严 对吧 把屋里面砸到那个样子 像什么样子 都不好看呀 他不好看 你觉得你脸都好看了吗 哥 你脸也不好看呀 到现在目前为止 那个卧室里面还是一团糟 此时 金明并没有一丝悔意 反而向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夫妻俩该有多大的仇恨 竟然让丈夫不顾三十年的夫妻情 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把这个房子带出去 帮我弟弟了 我希望中 你要如果说是不愿意的话 你为何去银行去贷款 去签字呢 海峡告诉我们 两年前 娘家兄弟遇到了困难 急需三十万 作为工薪阶层的海峡来说 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他就和丈夫商量 把他们目前所住的八十平方的房子 抵押出去 当时丈夫也同意了 并和他一起去银行办理了抵押手续 带了三十万元给了弟弟 对于丈夫的做法 海峡也倍加感动 他认为 丈夫在弟弟最困难的时候 拉了弟弟一把 实数不易 然而没过多久 让海峡没想到的是 丈夫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不断的找他的麻烦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话都没说了 都没说了 重了 我已经带了 不重了 他当初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气话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话 他就是 我说了一句 如果这个房子抵押出去 你带不上宽的话 你换不上宽的话 咱两个就离婚 你就谨慎出户 但是他是笑着说了 我弟弟现在有点事 把这个钱没有换上 就是我每个月再换贷款 我有我的退休工资 我每个月出去打工 换了贷款 什么时候是个头 放贷款了吗 七年吧 到 七年 对 一共七年 现在已经两年了 那你每个月上班就多少钱 七年三天多 四千多 按四千算吧 高一点 一个月才六千 对吧 那我一千多块钱 足够生活了 然后你再还掉四千多 还掉四千多 我足够生活了 一千多 生活 没有结余 海峡表示 当初弟弟给自己承诺过 每月的银行贷款 他会准时还上 但后来弟弟遇到困难 无力支付 他这个当姐姐的 只好替弟弟去还了 但是海峡的退休金 只有三千元 为了给弟弟还银行贷款 他又重新返回了职场 目前在一家商场 当起了营业员 虽然很辛苦 但是在丈夫面前 他从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 这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 可即便如此 丈夫还是三番五次的 找他的麻烦 而今明听了 妻子的指责 是非常的恼火 你给我说工资 两万多块钱 给我工资 两万多块三万多块 给我其中了 我跟你说 不然能下 我傻麻糟 这样傻麻糟 那样钱都去为了 我炸 你是不是 有个人炸了 你没有见过 他的允许取得 我给他说了 他同意没 同意了 我傻酷 同意你是不是 承诺他 贵断是要还他的 对 那现在啥结果 结果没有换 现在我说 能这么几个了 这二东西 我这么四个 因为这一个事 他出事了 我们三个 都给他背了油线 我们三个 我是老大 俺家老三 嘴笑了那个兄弟 把我们家的房间 带团了 都给他了 能都可以去银行 弱事也行 或者是打电话 我们也都行 老好 给他背了也有钱 都背了又涨 那等于说 你们子妹四个 现在子妹三个 都在帮这个弟弟 都帮了油 他到底有啥 他这么多人 这个话无法说 我可以说是可口我自己了 我这几年 原来我是非常爱产的人 我这几年 我可以不添一步 我可以不传 我可以努力 任总有个笨头 总有个平头 我几年不好 明年不好 我总有好了那一天吧 一言不合 夫妻俩为钱的事 又吵了起来 海峡承认 那次因为工资晚发了 无奈之下 他才动用了丈夫的工资 换银行的贷款 而他的丈夫金明认为 妻子只雇娘家 而忽略了他们的小家 有些时候 在雇别人家的同时的时候 也要雇顾自己家里的 家庭承认的感受 但是你出这一份呢 可能是已经超出了 你该出这个 你的能力范围了 大哥对你这样的态度 他一方面呢 可能对你比较生气 另一方面可能对你 还是有这种心疼你 本来都已经退休了 五十多岁了 上了一辈子班了 到这个年纪拿着自己的 退休工资 有吃有喝有花的 挺自在的生活 结果呢 现在这把年纪了 不是五多岁了 还得去上班 替弟弟去还账 然后他心里面 肯定是有一些不舒服的 这第一 第二呢 你们的夫妻 没有离 一天没有离婚 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夫妻贵有财产 你的有他的一半 他的有你的一半 这话一点都不错啊 海峡认为 娘家弟弟确实是遇到了难处 万不得已 才向他这姐姐开口借钱 他作为姐姐 不能袖手旁观 海峡埋怨丈夫 只认金钱不顾及亲情 看到海峡数落金明 金明的父亲金老先生不愿意了 他要为儿子 说说公道话 金老先生告诉我们 儿媳帮衬娘家 按理说 他这个做老公共的 也不应该掺和 可是眼看着儿子的生活 受到了影响 他这个做父亲的 也着实看不下去了 老人说 儿媳的弟弟 之前曾经借过他两次钱 看在儿媳的面子上 他从未拒绝过 但是借完之后 往往没有下文 在他看来 海峡的这个弟弟 根本就是一个毫无信誉的人 而海峡呢 还一味地袒护他这个弟弟 听到老公共这样说 海峡不高兴了 那个公共还原 是个世干弟弟了 嗯 我两件的房租 我两件的房租没有收 平常我那边 死落了房子 另放 谁说啊 都是这边 我破破手了处 老公共收了 对 两件的房租没有给我 你的意思是 这五万顶的房租了 对 但是你借的时候 有没有把他话说清楚 没有说 海峡认为 弟弟欠老公共 五万块钱不假 他也知道 当时公共 是看在他的面子 才借给了弟弟 可是他那两年的房租钱 都是公共收着 那些钱 足够还那笔 五万的借款 听到儿媳这样讲 金老先生 无比的气愤 金老先生说 儿媳所说的 那笔房租钱 他都给孙女 存了起来 这笔房租钱 跟他借出的那笔钱 没有关系 对于此事 调解员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码归一码 这是绝对不能混合到一块 哪怕你们要两清 你也把话说清楚 而且你拿到五万块 就是给娘家兄弟了 还不是说用于你们夫妻 你们两口 都干啥用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两口 都干啥用了 反正是 这还有房租 在那里没有收 两点就两点算了 是不是 大家不亨生 但是你拿来五万块钱 是名打名的 就拿给娘家兄弟了 那这个账 你也说是 自古以来就是 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事情你做的 肯定是不对的 金明父子俩 通过这两件事 向我们展示了 海峡弟弟的为人 金明说 他很早就不想 专入这个大舅子 无奈 因为他是妻子的弟弟 不得不接触 他认为 妻子帮助弟弟 也没什么 关键是 妻子给予大舅子的帮助 已经超出了他们家 所能承受的范围 而海峡认为 弟弟如果不是有困难 也不会张口 向他借钱 作为姐姐 无论丈夫怎么阻拦 他都会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 帮助弟弟 为此 金明也收出了 自己的打算 一直闹着 一直闹着来 闹多少年了 只要到十年了 金明表示 妻子一旦还不上银行 那笔贷款 那么他们家所住的 那套房子 就有可能被银行收走 那时候 他将无家可归 所以 他想跟妻子离婚 不想再跟大舅子掺和 而对于丈夫的提议 海峡表示 他没有意见 他最担心的 也是那套房子 我现在开原小区 我住了房子 我每个月再换成房贷 他的 那个户主 是他 不能在我换了房贷以后 这个房子再落到他名下 我现在只求助于这一点 离婚 绝对是没有一点问题 家不是我自己 也不是我自己了 也不是他自己了 是我付出了 说有种种意义 我就只换成 海原的房子 就我就占了一个名字 就打不了房子 我就占了名字 我现在就刚刚是什么 我自我了 不容易给你房 金明说 他们家目前有两套房子 一套抵押给了银行 另外一小套 给女儿结婚当了婚房 既然妻子 想要银行抵押那套房子 他也没有意见 目前他就想图个清静 难道两人三十年的感情 就因为这三十万的贷款 而分到扬镳吗 对于父母要离婚一事 海峡与金明的女儿金灵 是如何看待的呢 随后 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女儿家 见到了他们的女儿金灵 就是你爸你妈收 你爸你爷收的那样 所以妈妈把很多钱 大部分给了舅舅家吗 这跟结理其实 其实就是那一个 钱的问题 对 那你怎么看待 我说了我的想法 还有我的那个啥呢 不重要 因为说了也等于没说 我说了他不止一次 一次两次三次五次 说了次数太多了 我现在连说我都不想 这妈妈也不听 对 吃饭了 想吃饭了 对